毛泽东 显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荣与乔·哈利戴 播讲 夏秋年 第23章 延安整风 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 1941到1945年 47到51岁 1941年6月22日 德国入侵苏联 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 苏联是他的资助人 他的希望 一个被削弱的 自顾不暇的苏联 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 多少天来 毛都睡不着觉 注释 毛事先就知道相当准确的德国入侵时间 也通报了斯大林 纪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 德国将袭击苏联 日期1941年6月21日 这是纪米特洛夫唯一记载的警告 情报是中共地下党员 严保行等获取的 德国22日果然入侵苏联 克里姆林宫感谢了中共 瞎注 严保行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 中共建政后 他在外交部等处任职 文革时死于秦城监狱 1995年 俄罗斯联邦政府追寻他 为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2007年 中国大陆拍摄了以严保行为主角的传记电视剧《英雄无名》 顺便说一下 8964期间前往天安门广场向示威学生做工作的 时任中共统战部长严明富 就是严保行的三儿子 言归正传 首先 如果他跟国民党真的大打起来 而又打不赢的话 毛布能指望苏联出马帮他 他马上命令 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 对日本 他是小心不去触犯 德国入侵以后 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 要中共牵制日本 保证在日本亲苏时帮苏联打日本 莫斯科来电问毛 如果日本进犯苏联 中国可能吸引多少日本兵力 为了鼓励毛行动 纪米特洛夫7月7日发电报说 这就陆续寄一百万美金来 两天后 共产国际要中共定出具体步骤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认为 如果日本打苏联 他们应该行动 一向谨慎的刘少奇给毛打电报说 要是日本向苏联进攻 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反攻 以牵制日本 毛认为日本一定会打苏联 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 但即使如此 中共军队也不能打日本 7月18日 他给刘富殿 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 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 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 大动必伤元气 与我于苏均不力 他的政策是让苏联人自己去打 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 他对八路军负责人彭德怀说 任何与苏军的作战配合 都只能是战略的配合 是长期的配合 不是战役的配合与意识的配合 对部队他一再下令 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指日本人 不久以前 毛还在对莫斯科说 他的军队如何强大 光八路军就有32万9千8百99人 可现在毛对莫斯科申辩说 他的部队太弱 不能打仗 人力物力都缺 根据地在缩小 弹药快没了 形势日益困难 莫斯科不能指望他 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 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怖很大 斯大林亲自给毛打过几次电报 要他牵制日本人 其中一次是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 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夕 几次毛都婉言拒绝 这激怒了莫斯科 更使苏联人怒不可遏的是 毛建议他们诱敌深入 退到乌拉尔山脉去打游击 有人说毛拒绝帮忙是认为苏联快不行了 崔可夫将军甚至说毛想利用希特勒的进攻取代苏联 有留言说毛曾说 斯大林打不过希特勒 24年的社会主义 拼不赢8年的法西斯主义 多年后有人问莫洛托夫 我们明知毛这样对我们 我们怎么还要帮助他 莫洛托夫吞吞吐吐的说 是的 是这样 是这样 我知道这不好解释 但你不能这样看问题 我们看上去是像傻瓜 但我们不是傻瓜 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是了解的 他们都是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使他们不时发生冲突 但共同的长远利益把他们连在一起 不管斯大林对毛多么恼怒 他从来没停止过跟毛打交道 既不打日本人 又不打蒋介石了 毛有了闲暇 他着手整党 要把中共变成一家驯服的机器 1941年下半年 中共共有70万党员 九成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 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 这批年轻的志愿者对毛特别重要 长征老干部和根据地农村入党的人大多是文盲 而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 毛未来的政权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 毛要整党 这批热血青年首当其冲 这些人之所以志愿参加中共 是因为在抗战开始后 年轻的知识分子显著向左转 苏联那时是中国的主要甚至仅有的同盟 向中国提供抗日的军火物资 爱屋及乌 人们也就认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 对国民党的失望弥漫在很多人心中 掌权多年 国民党没能铲除中国大地比比皆是的贫困和不公正 中共在长征前制造的惨剧 人们要么不知道 要么忘了 要么不相信 归结于国民党的宣传 也有人认为中共改变了政策 就像他许诺的那样 抗战初期 中共的行为也让人觉得他真是变了 不少外国人甚至传教士都这么相信 邵丽子主持国民党中宣部期间 为中共改头换面出了大力 斯诺书的影响就更不用说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 多是十几二十岁 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 到达延安时 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壮 有个青年回忆道 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 我们这时兴奋的几乎要流出泪来 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 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 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 青年们又极为羡慕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 处处觉得新鲜 刺激和神秘 为之倾倒 延安送的歌声响彻全城 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 但很快的 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 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 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 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忌 不平等 特权 比比皆是 虾平就连红军在长征路上都不平等 更不用说到延安后了 就吃来说 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 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 小灶就更多了 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 一般人穿当地自知自然的土布粗且扎人 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鞋纹布 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 一个为毛家喜喜补补的用人告诉我们 他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 只能穿空心棉袄 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 蜡烛 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 说到孩子 中共领导人的可以送去苏联 或有自己的保姆 只为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 产后有专人服饰 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 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 要么不敢生孩子 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 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 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 还有两个苏联医生 如有什么需要 他直接向莫斯科要 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 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 进医院得要介绍信 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 延安有个国民党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 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 但不久他被赶走了 有谣言说他用的真药全是有毒的 还在食水里下毒 散播细菌 医疗队走后 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 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 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 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商员的 但毛把他私有化了 做了他的专车 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 跟毛很接近的王驾祥夫人朱仲丽 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 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 年轻的司马路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 江青穿着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车 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 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 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 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 饭后毛请他再来 他冲口而出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毛收住了微笑 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 同志们 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的好一点 而是党的命令 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 就有权利命令他 要他把健康保持的更好一点 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虾平照此理由大概连乱搞女人也是党兽羽毛的特权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 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 最高领导野板参三 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 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 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做他的伴侣 我们没提意见 没公开提意见 大家是有意见 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 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 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 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 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 过来人说 在延安的老干部中 新干部中 思想病很流行 农家子弟往往直率的提出回家去 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 他们不说回家去 而是编造一套谎言 说的天花乱坠 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 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路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 我们没有病 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 两个江系老一面在咆哮着 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 指导员对他们说 同志你安静一点 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 两个江系老继续在诉说 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 一次再次请假不准 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 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 直指两个江系老兄前挂的长征纪念章 对他们说 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 这个东西有屁用 我们死里逃生 受伤十几次了 现在人家生官的生官有好吃好穿 我们为了什么 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 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 抓回了面临处决 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 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 毛底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 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 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 毛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 重新塑造他们 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 于1942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 35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石卫开刀 王石卫曾翻译过恩格斯陀罗茨基的著作 3月13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 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 毛一看就留了神 王石卫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的有些不起劲 而且似乎肚子里装的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 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 我们缺少维他命 所以 另有人会回答说 延安男女的比例是18比1 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 所以 还有人会回答说 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 缺少娱乐 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谁也不能不承认 延安的青年都是报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 并不是来追求实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石卫的答案是 延安青年失望了 对等级制度失望了 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 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 其实 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 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 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 坏也罢 病也罢 死也罢 差不多 莫不关心 哼 到处乌鸦一般黑 我们的某某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的好听 街机有爱呀 什么呀 屁 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 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 王石卫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 一种人说 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 这不合事实 因为它实际存在着 另一种人说 是的 我们有等级制度 但它是合理的 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王石卫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 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 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 但一分三色 十分五等 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 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 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西周 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 做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 对他们不为没有爱 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 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 立声问道 这是王石卫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 报社受到整肃 王石卫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强暴上 毛泽东允许强暴存在 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原地 对毛来说他的好处是读者有限 又很容易消失 风吹雨打 思绪覆盖 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 王石卫在强暴文章里大声疾呼 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 邪气必须消灭 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 向自己发问 同志 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 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 有话不敢说 反之 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申闻罗知 要了解 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 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石卫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 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石卫的强暴被贴在布上 高高的悬挂在南门外 延安最热闹的地区 文章不长 但人们从四面八方 川流不息的赶来 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 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王石卫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 毛泽东打着马灯去看了王石卫的强暴 他看到激动的人群 感到了王石卫极大的号召力 当即决定狠整王石卫 他后来说 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 跑到小边沟看他的文章 但没人看我的呀 王石卫称王称霸 王石卫在延安挂帅 他出强暴 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 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 毛里驱雌雄 只好给王石卫冠以脱派的罪名 王石卫从前私下说过一些 关于陀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 如说陀洛茨基是个天才 斯大林人性不可爱 在苏联清党时 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 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 王石卫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 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 1944年 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 王石卫被弄出来见他们 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 记者魏锦蒙写道 他重复说 我是个托派 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 毛主席宽宏大量 我对他的人词感激不尽 记者赵超购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 时刻捂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 说到他过去的错误 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 有时竟是声色俱利的 据我的观察 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 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 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石卫的审讯者之一 后来透露王石卫说这番话是奉命 出于无奈 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 非常恼火躺在床上 握紧拳头 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1947年中共撤离延安时 王石卫被戴上 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 他被大刀砍死 扔进一座枯井 那年他41岁 1942年拿王石卫开刀后 毛杀鸡儆猴 要年轻的志愿者们 参加一场场批判王石卫的会 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 王石卫毕竟跟陀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 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延安刚开始批陀洛茨基时 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 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 毛和康生另辟蹊径 那年冬天 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 打着红旗反红旗 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 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 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 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 为这个可怕罪名做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 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19岁的党员张克勤 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 轮番审讯的情况下 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 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借口 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 1943年4月 数千人被逮捕 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 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 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早原的后山沟里 可关三千多人 毛友宜住处也在那里 被捕的还是少数 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 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 封闭起来 由卫兵把守 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 禁止惠客及出入的自由 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 往往来自非国统区 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 在他未来的统治下 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 在这件事上 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 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玉利 用这种方式 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 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 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 甚至适用刑法的人数 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 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 盖世太保 科格勃 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 而毛的方式 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 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 志愿者们被逼着承认自己是特务 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 这不是真正抓特务 而是制造恐惧 延安也在真抓特务 那是不露声色的在暗地里随时进行 据毛的助手施哲说 真正的特务嫌疑者 稍微发现有疑点 就把它处理了 常常是迅速秘密 无声无息的处死 注释 处死后有的尸体还派了用场 诗者写到参观一所医院 看见一个大槽 槽内用福尔玛林浸泡了一具年约三十余岁的男尸 医院护士长告诉他 这是医学解剖用的 原来有三具 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 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 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 回答 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 然后处理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 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 有时长达两个星期 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 还有心理恐吓 如吓唬说 不招就把毒蛇放进窑洞 甚至假枪毙 在沉寂的夜里 远远近近的山沟 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 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 怎样用行效果最佳 当然不是直说用行 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 1943年8月15日 他说 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 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 太早则无地放始 妨碍运动的开展 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 故以精密注意 事实纠正为原则 毛这样仔细 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 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 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 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 被检举的跟着被揪上台去 逼着认罪 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 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 押进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 毛说 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 任毕时说 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 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 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 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 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 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 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 所有休闲娱乐 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 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 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 毛命令 发动个人写思想自传 可三番五次的写 以写好为度 叫个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 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 或向谁传播了 什么非官方的消息 把这些通通叫做小广播 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 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 很讨厌的 你要写 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 张三讲的 李四讲的 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 也要交代清楚 而且不止填一次 不断挖 不断写 不断填 小广播表栏 起了很坏的作用 表上到底填什么 何谓不好的话 故意不下准确定义 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 有的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 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 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 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 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 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 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 引起全场窃校 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 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宣布 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 教员职员全都是特务 学生中很多是特务 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 毛成功的让人们互相告密 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 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 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 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 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的攥在他的手中 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都不允许 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 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 僵化又朝僵死变去 既不能同别人商讨 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 私下写一写也怕 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 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 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 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现身 如今也变成机器人 1944年6月 当延安关闭多年后 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 重庆记者赵超购观察到 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 从知识分子到工人 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 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英基 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 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 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 照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 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 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 郑重的表情 要人之中 除了毛泽东先生实有幽默的语调 周恩来先生颇善聊天之外 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 1937年他在延安时 人们还爱说笑话 看见毛泽东走过后 有人还急急眼说 上帝走了 七年后 没人再敢这么说了 冷嘲热讽 幽默 说俏皮话 发牢骚 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 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 既有自愿 就可能不自愿 毛要的是机器人 一按电钮 就按他的意志开动 他的目标实现了 1944年初 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 有望参与对日战争 打败了日本 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 到那时 毛江需要大批干部 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 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 会有多少事实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 这个过程很缓慢 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 活在坠坠不安的痛苦里 有一点 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 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1%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 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 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 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1%的估计 放大10倍 变成10% 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 1945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 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到 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 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 有一天我去看她时 她说这里不好住 每天晚上鬼哭狼嚎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 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 观着约上百人 有许多人神经失常 问他们为什么 有的大笑 有的哭泣 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的告我 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 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住室 当时把逼人承认是客户 叫做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 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 有的跳城墙 有的跳井 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 然后自杀 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 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 再悬梁自尽 自杀未遂的人受到无情待遇 从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 可见一般 要一个同志来谈话 因他坦白后大翻供 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 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疫的最激烈形式 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 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摇动对面 含义很清楚 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 在1945年3月给中央的信 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 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 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 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 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的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 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 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 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 不管他们多么痛苦 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 虾平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 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 毛很精明的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 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 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避受的考验 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 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 毛说 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家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 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 他在1945年春天做了几次公开道歉 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 或是举手敬礼 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 好像是在替人受过 我代表中央道歉 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 一场整个人死去活来的灾难 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这次延安审干 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 结果灰蒙氧放多了 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 黑夜里的白韧战 误伤了自己的同志 好多人摔了一跤 希望爬起来 把身上灰拍拍干净 继续工作 毛还以老子自居说 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 听众常常流着眼泪 无可奈何的眼泪 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 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 为这个残酷的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 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 又整体的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 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 不是靠磁力 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 所谓延安整风 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 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 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 同事朋友丈夫妻子 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 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 目睹可怕的场面 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 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 多年后毛声称 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80%的人 其实是100% 而且是强迫 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 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 通通填上去 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落档案 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 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 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 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 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 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 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 如毛所说 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 王恩茂的日记记载 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 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 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 他与美英在1943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 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 除香港外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 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 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 跟美英苏并列 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 成功的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 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 毛就这样为打奖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 1942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 跟苏联翻了脸 苏军撤走 中共在新疆的人员 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 都面临生命危险 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 毛令他们继续留下 1943年初 盛世才把毛泽民跟140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 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泽民 还有毛的干女儿 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琪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 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 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2月10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 要他同奖交涉 可是毛紧接着在2月12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 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 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 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 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 6月16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辛大使开会 他告诉潘友辛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 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 周恩来到后 潘友辛问他 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 但一直没有回音 潘友辛向莫斯科报告说 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头深深的垂着 周显然在撒谎 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6月7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 蒋介石十分友好 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晚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 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9月27日 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 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 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他们被打成新疆131人叛徒集团 再度下来 继续下来 感谢观看